各位學過現境代數嘛 對不對 所以應該知道矩陣的轉字是什麼意思 Transpose 就是一個矩陣A 然後變成A上面有個T的那個 A的變上下有個T的那個AT 那所以呢 我們先告一個A是1、2、3、4、5 這樣子是一個2乘3的矩陣 那B呢 也是2乘3的 那我先告一個AT 它是A的轉字 那它應該會變成3乘2 2乘3轉字之後會變3乘2 所以你可以看到A的Gate Length 這個是取得D Gate Length 0就是取得D0為的 那因為在C-Sharp裡面 維度的話呢 也是從0開始算 所以它說Gate Length是D0為 Gate Length 0是D0為 Gate Length 1是D1為 然後兩個維度的話呢 就只有0和1的這兩為 那C-Sharp我們寫一個叫C-Sharp的 Gate Length的寫法就是 從0數到D0為的長度 對不對 然後再從0數到D1為的長度 那就是如果一個矩陣是N乘N的話 那就是從0數到N 然後這是從0數到N 然後把每一個矩陣的每一個值印出來 印的時候呢 後面加入空白 後面加入空白 這樣子才不會黏在一起 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呢 最後呢 印出一個 換行 這樣子你印完 曲證的一列之後才會換行 那於是我們就寫完 Find Matrix這一個函數 那接下來我們要寫Transpose的函數 Transpose的函數你可以看到 OK 我用這個 建立一個新的陣地園 那S的D0為呢 就變成它的D為 S的D為就變成P的D0為 S的D0為就變成P的D為 那這樣子它就會 矩陣大小 本來2乘3又變3乘2 OK 因為2乘3的話 S是2乘3 S getLens是2 然後getLens1是3 然後呢 因為現在換過來 變NuDouble32 所以就變3乘2 那你就可以一樣喔 寫一個雙層迴圈 然後從0數到N 從0數到N1 然後讓PJI 然後這是關鍵喔 PJI等於Si 這樣你就把整個矩陣轉字過來 轉字過來之後 你把U-N 這樣子就完成了矩陣轉字的動作 那其實我覺得矩陣是一個 在做程式練習上面非常好的練習 它可以讓你確定到底是不是把整列學好 所以除了寫轉字之外 我們待會一樣出行 行李寫舉證相加 相減 相扯 相除 除不要 除有點困難 除是有要做那個什麼SVT 或者要算那個舉證的反舉證啊 之類的 但是不見得每個舉證都有反舉證 所以相除不一樣 相承可以 那其實相減應該不用寫 反過來應該是請各位寫的是 什麼呢 把一個舉證變成負的 變成反過來 證的就變負的 負的就變正 就是把矩陣變成 就是把矩陣變成 矩陣的負S 就是 S是個矩陣 你變負S 你把那個體 這個函數做出來的時候 那你要相減的話 就是 A加 A減B 就是A加負B 就可以 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 我們就出 出 這不是加分底 因為各位程度顯然比較好 所以這題算基本題 所以基本題 舉證 乘法 而且不只乘法 加法和乘法 舉證的 加法 並乘法 好 但是我也不能把各位看得太廉長 不然的話等一下有些人就垮了 所以 請 請用 雙精度補典數的方式 matrix mulab 就這樣 還有加法 加法 所以這個是 加法 matrix add 好 接下來 今天剩下的時間 就給各位 做 這兩對奇迪吧 能夠今天 學會正列 應該就是很不錯的事情 而且其實已經 法和塑膠了 好 ok 所以一個是 matrix add 一個是 matrix 每次都沒有人 就加法和塑膠 這兩個就出來 自己做 自己做 每個人 都自己 一遍 不要 不要一下子就 參考別人 就是 完全 自己 從無到有 用手一遍 你會知道 哪些地方沒有學會 哪些地方不夠的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方式 讓各位自己來